阿伯當然看懂了民調 所以阿伯射出了這個阿伯雙劍 第一劍是說他內心本質是深綠 第二劍說他外交政策延續蔡英文 你吃比較壞 你當大家是笨蛋嗎 這麼好騙嗎 是你三歲還是支持者三歲 阿伯的票就跑到民進黨這邊 那個時候阿伯整個人的戰略是昏頭的 他搞不清楚狀況 他先說要走蔡英文路線 然後內心深綠 接著在另外一個專訪 王潛就問他說 阿伯你民調調那麼多的時候 你怎麼看 他說這是藍白分造成的影響 那這個影響是郭台銘出的包 關郭台銘什麼事 對啊 他說阿伯說我要蓋瓜 關郭台銘什麼事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遇到 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那個千錯萬錯 絕對不可能是阿伯的錯 這個是柯粉的 這個第一大的一個信仰的天條 柯文哲 他跟民進黨的這些從核到分的過程當中 確實鬧得不愉快 那這些鬧得不愉快裡面 現在柯文哲要跟藍的交往 交往不成 又回頭講說 哎呀 那其實我內心本質啊還是深綠的意思就是又要跟綠招手 你覺得綠選民會買單嗎 從墨綠到藍白河 又要從藍白河現在又要回墨綠了 可是問題是政治不是數學耶 人心是有感覺人心漏作的耶 我就問你是深綠的時候請問你哪一點是深綠嗎 這一番話不僅是綠營的選民聽了不會相信 藍營的選民聽了也不會接受 政治是化學不是數學 不要再把人當成機器人 不要再覺得選民每天都只是金魚腦子 會記得你今天講什麼 不信啊 我先跟大家講為什麼柯文哲要講這句話 原因很簡單 你必要從每一條電子包這份的每一條來看 而且因為每一條電子包 他們每一條好的是要看趨勢 這個趨勢你可以看到這個點 是藍白分手的這個時間點 藍白分手之後 侯友宜有微幅上升 可是原則上侯友宜也遇到他的天花板 30到31%左右 這侯友宜的天花板 可是藍白分手或這個趨勢又很明顯 變成一個喇叭開口 民眾黨不斷的往下滑 而民進黨則不斷的往上揚 這換句話說 民眾黨跟民進黨選票正在流動當中 正在流動當中的時候 我就會回顧頭來看細部分析 細部分析我發現 有三個族群阿伯的支持者 正在極度流逝當中 年輕人高知識分子以及中間選民 這三個族群 過去都是阿伯最認為 最最最優勢的 最最最得意的地方 可是現在年輕人 20歲到29歲的時候 賴清德拿35.7 阿伯之後拿24.4 賴清德竟贏阿伯11% 這過去你是想都不敢想的 過去只要是年輕選票 阿伯一定贏賴清德 賴清德會贏在60歲跟70歲部分 那70歲我插一個題外的話 阿伯只剩1.7% 60到69歲只剩5.1% 這真的掉的是蠻多的 沒有他們本來就第一顆掉到1.7% 好 再來第二個 教育程度大學以上的賴清德也拿到絕對優勢 賴清德拿35.6 阿伯拿23.3 所以過去號稱高知識分子 大學生都支持阿伯的 不好意思 現在有逆轉 再來中立看人不看黨 賴清德拿29 阿伯只有拿13 所以過去我們其實聽跟非常多民眾黨朋友同臺 他們都得意的說支持我們的三大鐵桿部隊 年輕人高知識分子還有中間選民 牌審現在鐵桿部隊全部生鏽跑光光 那從這個分析圖我們就可以看到 跑歸跑是跑到哪裡 一票都沒跑到國民黨 或許有一些藍的回流 就是在這一小個區間中有點藍的回流 可實際上真的往下崩盤的時候 是跑到綠的這邊 所以在這個時候阿伯當然看懂了民調 所以阿伯射出了這個阿伯雙劍 第一劍是說他內心本質是深綠 第二劍說他外交政策延續 蔡依偉你吃比較快 你當大家是笨蛋嗎 這麼好騙嗎 是你三歲還是支持者三歲 我跟你講這群人是什麼事 這群人本質上對於藍綠執政都不盡如人意 可是他們在選項過程中 民進黨是選項 而國民黨完全不納入選項 所以他們在有沙喀多的過程中 發現有個新政黨叫做民眾黨 或許民眾黨是他們的希望 所以我們要跑到民眾黨這邊 讓阿伯的民調維持在二十幾%的 也不能算高檔 算是中檔的步驟 對 可是過程中發現整個藍白和過程 哇塞 因為阿伯你也算是髒事做盡 你說公開透明 你怎麼搞密室協商 你不是說要這個 要這個一切要什麼新政治 你怎麼搞分章政治 還寫在第六條 人不是要罪手信用 你阿伯怎麼簽了名 就這個所謂翻臉 你不是說財團是刀叉吃人肉 那你怎麼現在把吳馨寅當你的副手 所有做的一切都跟阿伯過去 甚至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群人動搖了 這群人懷疑人生了 這群人開始思考 我要人生要怎麼辦 我要改支持誰 在這樣過程中 他們會發現 好我如果不投阿伯的話 剩兩個選擇 一個叫國民黨 一個叫民進黨 國民黨完全不在選項內 再看一次阿伯崩的過程中 國民黨是完全沒增加的 完全沒動 回到民進黨這邊 那回到民進黨這邊 當然有非常多的因素 一個可是賴清德強力吹票 一個可能是小美琴的陸正等等 各式各樣可能 可是總而言之 而言而總之阿伯的票 就跑到民進黨這邊 那這個時候阿伯整個人的戰略 是昏頭的 他搞不清楚狀況 他先說要走蔡英文路線 然後內心深綠 接著在另外一個專訪 王潛就問他說阿伯 你民調調那麼多的時候 你怎麼看 他說這是藍白分造成的影響 那這個影響是郭台銘出的包 關郭台銘什麼事 對啊 他說阿伯說我要蓋課程中 關郭台銘什麼事 他說郭台銘都不理他 郭台銘去尿尿耶 我在講一次 遇到很麻煩的郭台銘去尿噸耶 去喝咖啡 你現在在郭台銘 尿尿有事 對啊關郭台銘什麼事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 柯文哲真的遇到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那個千錯萬錯 絕對不可能是阿伯的錯 這個是柯粉的 這個第一大的一個信仰的天條 藍白喝整個過程當中 阿伯不會有錯 都是郭台銘 侯友宜 還有朱立倫和馬英九的錯 所以是郭台銘尿噸的錯 侯友宜唸出簡訊的錯 阿伯坐在那邊拉半天都沒有錯 錯就是錯在他們沒有給柯文哲當政的 如果給柯文哲當政 那就絕對不會有錯 其實就是這樣子嘛 那可是我覺得以這樣子的態度 柯文哲的路不會越走越寬 會越走越窄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過去2014年的時候 其實民進黨跟柯文哲合作 比民調 也沒有說什麼浪6%這件事情啊 直接比啊 民進黨的姚文哲輸掉之後 民進黨從黨主席到小姬 每一個都是非常任分幫柯文哲浮選 要動員都是民進黨動員 要辦活動的是民進黨辦活動 給大家看 當時2014年的時候 九合一剛選完 柯文哲去民進黨感恩參會 蔡英文跟他互動多麼的熱絡 對不對 我不知道柯文哲最近有沒有想起 過去他跟民進黨合作 這些點點滴滴 但是如果對比到跟國民黨的話 其實當時的民進黨 來幫柯文哲的時候 是真的非常認真的 沒有要沒有要框他 沒有要設局嘛 沒有像柯文哲現在講他覺得 他被國民黨設局 可是到後來你看分手之後呢 2018年分手 柯文哲3000票顯勝 在北門會 哇立刻給蔡英文 非常冰冷的這個臉色 擺臭臉 蔡英文當時還給柯文哲個笑臉 但他就不要 後來到2019年的時候 柯文哲跟怎麼樣 直接跟蔡英文單挑台灣價值 他說蔡英文你的台灣價值是什麼 鬧得更不愉快 接下來 2020年疫情的時候 這些 然後一直在走到今年 你就看到說柯文哲他跟民進黨的這些 從核到分的過程當中 確實鬧得不愉快 那這些鬧得不愉快裡面 現在柯文哲要跟藍的交往 交往不成 又回頭講說 哎呀其實我內心本質啊還是深綠的 意思就是又要跟綠招手 你覺得綠選民會買單嗎 你被騙過一次還會再被騙第二次嗎 其實綠營選民不只支持柯文哲一次喔 很多是支持兩次 2018年還有支持喔 一邊看投票 一邊看開票的時候 心裡想說 哎呀這個好怕丁守中當選啊 要來投柯文哲 沒辦法被騙兩次 那要被騙三次了嗎 不可能吧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啦 阿伯的幕僚齁齁 應該真的要走出軍月 阿伯要走出軍月啦 第一點政治是化學不是數學 柯文哲把政治當數學 他覺得哎唷我有二十趴 再加上國民黨三十趴 我就五十趴我又可以當總統 所以先跟國民黨靠在一起 國民黨說你去旁邊 那把它切開之後 他想哎唷我有二十趴 如果再加上民進黨也有三十趴 兩個加起來五十趴 我也可以當總統 所以他現在從藍 從墨綠到藍白河 又要從藍白河 現在又要回墨綠了 可是問題是政治不是數學 人心是有感覺 人心肉做的耶 你看藍營選民 看你前聚後宮的樣子 現在藍營選民對你很反彈 綠營選民更不用講啊 其實當初二零一八二零一九 二零一八二零一九的這個時刻 如果柯文哲不要這種態度的話 說不定他今天仍然是綠營的意見領袖 我們就講在一個平行宇宙裡面 如果柯文哲當時跟蔡英文相談勝還融洽的話 說不定今天在煩惱柯文哲問題的 叫做民進黨不是國民黨 但是柯文哲當時做出他的政治選擇 他在眾目睽睽之下 在北門與民進黨分手 那這時候你再回來講說你是深綠 我就問你是深綠的時候 請問你哪一點是深綠嗎 民進黨的選民就會問你 你哪一點哪裡深綠 你要告訴我啊 柯文哲又覺得自己很聰明 自上一五七 所以他說他是深綠的方法 他就是說 外交遵循蔡英文路線 國防你要遵循蔡英文路線 還跟主持人說 不然你要怎樣廢話 他以為這樣子 人家就會覺得他是深綠錯 因為現在網路時代 總貨幣留下痕跡 政論節目就會把你以前 批小英外交 批小英國防 全部調出來 變成你的科爾語錄 然後問你說為什麼你上個月才這樣 這個月又變這樣 柯文哲不是批評小英的國防八千億是拖垮國家嗎 那現在柯文哲說要延續 那你就是延續蔡英文拖垮國家嗎 這沒道理啊 柯文哲不是批評蔡英文四個堅持 讓兩岸兵兵占圍善意不夠挑釁中國嗎 現在你說要延續蔡英文路線 所以你柯文哲在延續蔡英文挑釁中國嗎 這一番話不僅是綠營的選民聽了不會相信 藍營的選民聽了也不會接受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的幕僚 你真的要跟他講清楚 政治是化學不是數學 不要再把人當成機器人 不要再覺得選民每天都只是金魚腦子 會記得你今天講什麼 不會記得你過去講什麼 否則的話 台灣民眾黨這個所謂新政治的路線 真的就是被柯文哲會越走越窄 我覺得第一件事 你還是要回頭看細部的民調 那還記得我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在那邊笑說 侯友宜只拿到六成或七成國民黨支持的票 對不對 可你知道嗎 這一次美日島電子報 侯友宜拿到93%國民黨支持的票 賴清德拿到95%民進黨支持的票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原本是想要去吸國民黨的血對不對 結果柯文哲到現在只拿2.5%國民黨的票 2.5%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賴清德都拿2.3%國民黨的票 所以對於國民黨支持的來說 你柯文哲跟賴清德是差不多討厭的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你才發現他出現精神錯亂 他一邊說我要走蔡英文路線 我本質是勝率 另外一邊又開方便之門 暗示國民黨的小雞可以跟他拍照 對不對 他被夾殺 他就往國民黨這邊突圍 然後往民進黨這邊突圍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件事做得到嗎 對不對 做不到嗎 因為現在兩黨已經兼臂親野了 民進黨這邊完全沒有問題 從頭到尾 民進黨的支持者 只要聽到柯文哲就知道咬牙切齒 對不對 我甚至覺得民進黨支持者寧願投國民黨 也不會去投所謂的柯文哲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你很難去跟所謂的 國民黨這邊 跟民進黨這邊去套票 對不對 一樣 藍軍確實有些小雞 在那邊看風向看來看去 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人很指標 那個叫做狗鼻子葉仁之 葉仁之 第一天就把柯文哲塗掉了 對不對 我原本還叫他畫叉叉 畫叉叉還露一個臉 對不對 他直接全部塗掉 就代表說不行了 很嚴格 不是他知道會出事 不是不行 不是黨紀行 黨紀一直都說不行 選民對他的認同度就是不可以 對 所以他們現在策略在幹嘛 他把它轉化為說 我們不得罪就好 你懂什麼 現在沒有國民黨支持者 會去貼柯文哲 會去支持柯文哲 我不要得罪柯文哲就好 他在讀什麼 這些柯文哲最後選擇 既然葉仁之也沒罵過柯文哲 那就幹葉仁之 不得罪就好嗎 你不會去貼 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的兩招都是空拋彈 人家問你最近在忙什麼 忙得跟國民黨的小雞錄影 你吃點壞 六十七席全部找你錄影 你要花多久 一個花五分鐘半天也就弄完 你從上禮拜六就沒形成到現在 你忙完半天要忙什麼 他就往臉上貼金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現在我覺得有點跳樑小丑的感覺 就是說你會越選越到最後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變夜市直播主嘛 夜市直播主 跟郭台銘一樣嘛 沒行程嘛 他就逛夜市嘛 然後逛夜市的時候順便開直播嘛 然後變菜市場直播主嘛 然後去站路口嘛 所以我建議柯文哲趕快啟動環島嘛 環島十幾天啊 徒步啊 順時鐘走完一圈十幾天 在歷史中走一圈 剛好三十幾天回家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柯文哲 我覺得很慘啊 真的選不下去